我居然看一个故事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尤其是结尾的反转 我当时就是鸡皮疙瘩都掉下了 他讲的是一个女生 长期受到学校同学的霸凌 然后居然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经过小巷子的时候 有几个混混把这个女孩拖了进去 有一个女生就站在一边用手机去拍 就是他们班霸凌他最狠的一个叫做朱莉的女生 当时这个女孩拼命的挣扎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一个熟悉而苍狼的声音 在呼喊这个女孩的名字 是女孩的爷爷 这个时候女孩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不想让爷爷看到这一幕从小到大 他就是跟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但是来不及了 那个朱莉像其中一个人使了个眼色 然后其中一个小混混就拿着棍棒 向那个爷爷走了过去 其他人就死死地按住了这个女孩 然后接下来 他们居然当着女孩的面 活活地把这个老人给打死了 当时女孩在极度的绝望和悲痛中 直接就晕厥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然后是大白天的 他就赶紧冲到客厅里面 看到爷爷还好好的站在那 他就一把上前抱住了爷爷 然后一问才知道 他居然又回到了事发当天的早上 他没事 爷爷也没事 然后想到自己做梦梦的那个内容 他就叮嘱爷爷说 今天晚上你不要来学校接我 你就在家里好好地等我 门窗锁好 然后就去了学校 然后放学的时候呢 他特意没有走那条巷子而是走那个人多的大路 直接就回家了 一切相安无事 可是到了晚上大概十一二点 当女孩快要睡着的时候 他听到那个窗户那里稀稀素素的声音 然后他猛的一睁眼就发现 有一个人爬到他的房间来了 他们家是那种自建房式平房 就是如果要从那个院子里面翻进来 其实并不难 当时他就很害怕想尖叫 因为他看清楚了 那个人就是那个巷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混混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又害怕牵连到爷爷 然后就压抑着自己的害怕 对那个男的说 你现在就走 我当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看到 那个男的根本就不在乎 直接向这个女孩给扑了过来 女孩就一脚踹在他身上嘛 然后两个人就撕打了起来 男的呢 就抓住女孩的头狠狠地 向那个柜子上面 一下一下地撞击 当时女孩已经痛得快要晕厥过去的时候 他听到客厅里面爷爷的脚步声 在喊着女孩的名字 问他怎么了 女孩强装地震定对爷爷说 爷爷没事 我刚刚东西掉下来了 您赶紧去休息吧 然后直到听到爷爷走远的脚步声 之后呢 他才放下心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门呢 猛的一下被打开了 他看到爷爷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一把刀 对着那个男的说 你放开我的孙女 结果那个男的呢 就被那个爷爷给激怒了嘛 就直接骂骂爷爷地向那个老人冲过去 一脚就踹在他的身上 然后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菜刀 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又一次女孩穿业回了 事发当天的早上 这个时候她满脸都是泪水 她赶紧冲出去 抱着爷爷 刚刚她又一次失去了爷爷 这一次她绝对不能再让爷爷出任何事情呢 出门前她再次盯着爷爷 一定要关好门庄 在家里好好地等她回家 不要出去找她 然后就去上学了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她意向子的深处走去 因为她知道 只要那群人在 她跟爷爷就有危险 她不想让爷爷再次受到伤害 而到那个巷子那个拐口的时候呢 她就被那群人给拖了进去 她装作顺从 没有挣扎 但是就在他们放松 防备的时候 她猛然从那个口袋里面掏住 早已准备好的刀 狠狠地扎了过去 随着一声尖叫 其他人都四处逃散 只剩下女孩和倒在地上的那个男人 女孩呢后来坐牢了 但是呢 他的爷爷没有受到伤害 这也是他内心觉得非常欣慰的 而且呢 爷爷经常也会来看望他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发现爷爷再也没来看过他了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非常的焦急 爷爷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也是他唯一在乎的人 没有爷爷的消息 他非常的焦急 那有一天呢 就是预警通知他说 有人来看你了 女孩就很开心的 就赶紧冲出去 但是本来的却不是他的爷爷 居然是 朱莉 他们班那个欺负他的女同学 女孩很惊讶说 为什么是你 你怎么来了 结果呢 朱莉呢 就笑着告诉他说 你是不是在等你爷爷 很遗憾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女孩就发狂的说 你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对我爷爷做了什么 结果这个朱莉告诉他 可跟我没关系哦 我只是好心过来提醒你 通知你 你知不知道 你爷爷前段时间发生的非常严重的车祸 现在人已经没有了 当时听完这句话之后 他就发狂的问那个朱莉说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 其实这个事情呢 就是朱莉安排的 事后 off他 安排了一场车祸 撞了他的爷爷 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 女孩的爷爷就这样 白白的 没有了 当时的女孩拼命地捶打那个玻璃 想冲出去 亲手掐死这个朱莉 但是呢 就被狱警给抓了回去 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平静 内心非常的绝望 他突然想起来 也许 这又是一场梦 只要我睡着 我是不是可以再次回到那天的早上 那时候我爷爷还在 我还有机会去挽救我的爷爷 然后他躺在床上 逼着自己 睡着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定了定神 睁开眼睛 但是看到的 却还是冰冷的牢房 这一切都不是梦 他的爷爷真的离他远去了 他真的失去了他的爷爷 他整个人都绝望了 他慢慢慢慢走到那个 洗漱间的镜子面前 洗了一把脸 想最后一次再看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但是就在他看向镜子的那一瞬间 他整个人 害怕得抑制不住的大空间叫起来 因为 他在镜子里面看到的人 居然是 朱丽 他可能是在这里 我应该会排列不住的 他可能是你 你说 我